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阶段的讨论会 那么在这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就邀请来自台湾各行各业 社会不同关联 社会不同行业的人来跟我们谈 对文化的现况 包括在学校以及在社会 我们有四位与会嘉宾 我被介绍是导演 在座的导演都知道 我最早开始的是演员 不管是做演员还是做导演 我一直都学会的就是观察 就是观察人 因为演员可能要演不同的人 那做导演也要知道 你戏里面的演员去演不同的人 所以必须要常常观察 我应该在很多年前 在我住的那个社区 不小心被我观察到 就是四个菲律宾的外傭 在公园的一个类似的石桌 就是为了做了四个 然后他们是怎么 为了说外傭呢 就是有三个可能有一点老人 时代的老人 就是三个轮椅的老人 他们就是另外有一个可能 大概还在这个未满一岁 或者一岁多 是一个婴儿子 所以变成四个人 有三个 四个人就是说 有三个外傭是看着那个三个 有点痴呆的老人 一个人是看着那个 还不会讲话的一个婴儿 这四个人 一面是在玩福克派 一面就在那边互相开玩笑 用他们的母语 没有那三个老人 大概都是靠在轮椅上面 所以这三个其实根本都不需要 太花太多的时间 或是用太多的眼睛 我们在注意这三个老人 那那个小孩呢 是只要哭闹要讲话 就把哪一嘴哪一瓶 就往他嘴里一散 我当时我看到以后 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我在想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出现 就是这四个小孩也好 老人的家里面的家属 一定是可能夫妻也好 或者可能是双心智的 他们每天都要出去工作 所以家里没有人 才能够让他们老人也好 小孩也好 就这样带人到外面 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 跟画面是日复一日的 在我们那个社区出现 他经常不一定是坐在那个石桌石凳上 可是也会在社区里面 或者在篮球场啊 或者不同的地方出现 他们都推着轮椅 有的时候是比三个老人可能更多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编剧 我们就拍了一个叫 我把阿公搞丢了 在公共电视有播 而且播了非常多 直到现在还经常不重播 其实那也是谈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外傭 他就推着这个阿公 这个阿公也就是我刚刚形容 也是有感觉是有点痴呆的 他在那个便利商店的门口 那个外傭就是不断的在打电话 跟他的菲律宾的男朋友也好 或者亲友也好 他每一次打的时候 那个 刚好那个便利商店门口 有一棵大树 那个就把老人摆在那个大树下面 感觉有点遮阴 可是因为打了几个钟头 那个阳光啊 太阳在移动 所以本来是在树音下 最后是在烈日之下 有一天 他还是一样在打电话 打完了以后一转头 轮椅上的阿公不见 所以就是我把阿公搞丢了 那因为阿公的不见 所以这一个家庭 就阿公的那个家庭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他的儿媳妇 在家里面的问题都浮现出来了 所以那是非常有 因为就是看到社区里面 这些所谓外傭 我们想到的那么一个故事 可是从那个外傭的话 我就想到所谓外配 就是外籍新娘 那会想到这个也是从媒体上面看到 在高雄齐津的渔港啊 有一篇报道叫 我家就是联合国 为什么 因为那家里面有五个儿子 非常非常巧有五个儿子 就娶了五个 有从越南来了 有从柬埔寨来了 有从泰国来了 有从印尼来了 还有一个是大陆的陆沛 所以我家就是联合国 那我们也到了奇经啊 实地啊 去把这个故事 不过呢 不是连句句 是单元句 就是一次 我把阿公搞丢了 也是这样 也是一集的 就是大概七十八分钟 就给介绍完了 因为其实这个都是我后面拍 在我别再叫外野新娘的 之前的所谓是暖 我把形容是暖身 那这些感受都还没那么强烈 因为包括那些外傭 对这些老人家 可能我只是经常看到 可是我没有跟他们去做访问 或实际的一个采访 所以感受还没那么深 那个我家就是联合国 好像大家经过各地啊 各国来的啊 这些女孩子啊 在这个家庭里面 长时间磨合以后 好像这个家庭 虽然是很热闹 可是还是很和谐 然后我又看到一个报告 是在澎湖的所谓大仓岛 大仓岛啊 其实那根本不叫个岛 那个用正常的步伐 绕岛走一圈啊 大概十二分钟就走完了 就是这么小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是澎湖的内海里面 唯一的一个岛 叫大仓岛 那个岛上面有九个外籍信仰 本来有十一个 十个还是十一个 然后跑走了两个 因为为什么讲跑走跟我 接下来讲的有关 我们拍了一个叫移民天堂 那个之前 在没有写剧本之前 我带了编剧 实际有走访 那个岛上 跟这些外籍信仰有 确实有聊 有 我们好几天在跟他们接触 把他们的故事 我们都听进去了 然后我们去一个比较讽刺的 居民叫移民天堂 其实不是天堂 是移民地狱 这话怎么说 他们想他们嫁来台湾 大概台湾的生活 比他们自己的家乡的生活 或者比他家的生活 应该是要富裕 最起码吃得饱 穿得暖 可是没有想到 当他从 不管是从泰国 或是从越南 或者从印尼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做了这个所谓 不管华航还是长荣的飞机 那么大的广体客机来了 很高兴 到了桃园机场下飞机了 看到进步的台湾 然后坐了车到松山机场 看到松山机场也不错 又坐了国内的航线的班机 飞到马公机场 哎呀还不错 当然没有桃园机场 松山机场那么好看 这个车就已经开始一步步 要开始走向地狱了 我不是唯言耸听 因为从马公机场 坐计程车到一个马公 非常小的一个码头 然后坐那个交通船 那个交通船非常的缓慢 蹦蹦蹦蹦蹦蹦蹦 就缓慢缓慢走向地狱了 走到那个小岛上 从踏上去的那一步 到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他可能都没有机会 再离开这个走一圈 十二分钟就走完的这个地方 这跟刚刚起我讲 前面两个走掉的有关 所以更不敢 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 永远身上是没有钱的 因为有钱他会寄回去 给他的这个家人 有钱他万一跑到马公去的时候 他会拿这个钱就逃跑了 为什么叫地狱呢 从这样子交通船到那个小大仓岛开始 他就进了那个家 从第一分钟开始 他就必须要开始做驾驶 而且是语言不通的 第一天晚上 他就学会了我们 门省的各种三字经 五字经 七字经的骂 第一天晚上就学会 为什么 因为岛上都是渔民 而且都是静海 使用静海 就在澎湖的内海 就在那捕鱼而已 所以他们所谓的船 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从第一天晚上 就叫他开始上船 那个先生在前面 不管是撒网也好 或者是标语也好 先生都是做这个动作 就要这个太太 你在后面 在舵 而且那个舵很简单 他不会 听不懂 所以 那个先生呢 就是 左边一点 右边一点 什么一直在 用台语 对他讲 然后 讲他当然听不懂 而且第一天嘛 笨手笨脚的嘛 又听不懂 又笨手笨脚 所以这是 他一面在做事 一面就接受先生 用三十斤 五十斤 七十斤 一直在骂他 骂他整晚上 骂到天亮 然后回来 所以第一天来 他这些他都学会 其他语言 他通通都不通 他从这样子开始 他就每天做事 白天做事 晚上跟先生就在 其实都很晕船 刚开始 虽然在内海风浪不大 还是鬼云 然后开始就生小孩 然后就开始 就一直在来 一直在来 永远是在大仓岛 就没有离开过大仓岛 当然 或许 偶尔 会 那个家里面 想到马公去 采购一些东西 那可能会带着他去 而且是一定 不但是带着他去 而且是 好像 看起来好像夫妻恩爱 因为一直都牵着他的手 而最重要的是 他永远身上是没有钱的 永远身上没有钱 这就是 后来我们拍了这个移民天堂 因为有这些人生了以后 然后想说 我们大概是不是可以来拍 所谓 把这个剧情 不要只限于78分钟就播 所以 我就 就准备了这个 别再叫我外籍新娘的这个连续句 在 别再叫我外籍新娘 在准备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很想说 可以 我们以四个 这个 这个 东南亚来的 这些人 这个新娘 我们本来想去 就刚刚讲的 比如说 泰国 柬埔寨 印尼 越南 可是因为 制作费还是有限 所以我们就 选了四个 越南新娘的故事 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 我也去了胡志明市 实际的 到了我们 住胡志明的 经济文化办事处 我们也去 走访了 我们的每一位代表 处长 还有 也在那里看到了 我们很多 所谓台湾的男人 去那边 要去 学老婆 在那里 就好像也是 类似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 大家坐在那里 都是台湾的男人 其实看了那个 那个景象 也真的有点 可以用 惨不忍睹来形容 怎么讲 惨不忍睹呢 像我们在座的 这么健康正常的 是上述 大部分 也有坐轮椅的 也有样子 走路不良旅行的 也有一看那个脸色 是可能不久于人世 都有 都是我们去 那边要选新娘的 我所谓产过人独 就是说 真的要情何以堪呢 不管哪一个女孩子 被选了以后 嫁给这样的人 她这个女孩子的 未来的这一生 那离幸福两个字 应该是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然后 然后 再 然后 然后 当时我就跟处长建议 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 可以 可以 你 我说是我们可以 请 有关单位 我说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应该 请什么单位 是不是可以筛选一下 来到越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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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去老婆 找老婆的 是不是都筛选一个 都是正常的人好吗 你不要弄成那样 那个真的是把人都给害了 然后我也带了我 刚好我的字片 大概有五十岁左右 头发都涂掉很多 一副非常老实的样子 我们就请当地的台商 帮我们安排 就是 类似在家妈妈上 就是 妈妈上就是 就是 他大概从 胡志明 京郊 或者 不管是 方圆多少公里 带来了很多的 那个年轻的女孩子 那女孩子 可能家里面 也都需要 也都需要 也愿意 说让他嫁到台湾来 所以那个妈妈上 他在他的那个 那个 他也让我们到了 他 大概有六七十位女孩子 在我的外地 也在叫外类新娘里面 都有出现 几十个 可是那个几十个 我是在台湾 请台湾的外类新娘来帮忙的 可是每一个 我们都有把头发 头发都照 那六七十位的 那个女孩子 一样的 一样的造型 怎么样一样 一定都是长头发 它不像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每一个女孩子 那个长头发 都有各种各种的造型 她们因为都没钱 所以头发都是一样 长度都差不多 而且都是自己这样见 所以严格讲 是没有任何的造型 然后可能 要跟我们见面的时候 可能都是一个 一看得出来 那个化妆品 都是非常廉价的化妆品 然后他们六十六七十个人 应该是住的地方 大概也住这么 还没有这么大的 六七十个女孩子都住在这里 当需要台湾男人要去选的时候 他们就出现了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政府 好像越南政府已经演进了 说再把女孩子累计 说要嫁到国外去 所以变成有点偷偷摸摸的 那所以我们经过台商的安排 就跟妈妈上见面 还在一个小吃店的楼上 我们假装 我们是在那边用餐 跟那边用餐 然后就来三个 来四个 或者来五个 就是不断的来 来就是让我们来 来看 来选 如果选上 如果选上 今天晚上就可以 动作化妆品 哇那真的我觉得 太太 好像又是惨不忍 今天晚上就可以动作化妆品 然后明后天 这个男孩子 这个台湾男人就 就 就回台湾了 那就 表示就定下来 好像来再负 当然之前要先付一点钱 就这样 那这些都有在我们的戏里面 也或多或少都有出现 可是我们真的要谈的是 这些女孩子架来死地以后 她们的生活 在筹备那个戏的时候 真的谈了 超过一百个所谓外籍新疆 真正说 幸福的 好像不是占多数 是占少数 我们当时 我为了想要说 这个我们回归这个 这个 还原 还原就是说 所以我里面的四个主角 我都是征选的 我在大台北地区的 所有的外籍的小吃店 我都去张贴海报 说你愿意来演戏吗 我也把我的名字 跟我的手机号码都在上面 就表示这是真的 这不是骗子 贴了一个月 最后只来了三十个人 这三十个算是幸福 什么所谓幸福 老公是支持她的 公公婆婆是允许她的 所以来了三十个人 从这里面挑着六位 来参与我们的演出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 短期的所谓表演的训练 跟语言的声音表情的训练 那他们真的都非常的好 那这个也赚挺了非常多的观众的眼泪 当时收视率真的很高 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庆功业 因为一级品一级收视高 后来华士啦 三地啦 还有其他的有限电视台 都买去了过初 在里面我没有看到一个 就是艾滋病 我在写这个剧美之前 在商业召发也有看到说 美工河的大雷金啦 就是在此地外籍的配偶 得到艾滋病以后 当时是要必须遣送出去 因为在他架来此地以后 他已经放弃他原有的国籍了 他来到这里又没有那么快 拿到我们中华美国的国籍身份证之前 他就被这样遣送出去 他变成是没有国籍的人 所以变成流浪在美工河 所以为什么说美工河台湾应当呢 就是有的就是什么的牌子 就带了牌子一起被遣送出去 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 家乡一听说你是被赶回来的 而且你还有艾滋病 所以家乡的家人也好 亲友也好 这个村民也好 家乡的人也懂不下他 所以通通都流浪到 到所谓这个美工河 在那种非常简陋的 木造的屋子里面 其实在那里自身自立 这个点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们这个戏里面我没有看到 当时我们也有跟 我几位立法委员也反映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外配的艾滋病 它来自于哪里 当然是他先生传给他的 那先生呢 先生 应该要找元凶嘛 那怎么把这个太太 这样子就给遣送出去了呢 而且最后自身自面 后来在我们 这个戏还没有拍完的时候 居然三度通过 那是我们最欣慰的一件事 所谓三度通过呢 就是 如果 确实检查出来得到 外配得到 艾滋病 而 确实是 先生传给他的 他可以留下 可以接受 我们正确的医疗 的协助 所以这个三度通过 这是我们比较安慰的一件事 别再叫我爱你新娘了 有的时候去访谈一些 已经将来这里很多年了 他说我们已经不是新娘了 我们已经是老娘了 因为有的时候 这些孩子都已经读国中了 可是呢 这些孩子们 大部分 都会产生有一些自卑 这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 这个融合不融合的 不管族群也好 还是弱势也好 还是 从这个 外来的这个新助也好 因为他们到了学校 都会被同学说 他妈妈是一年的 他妈妈是越南 就已经把他跨村了 所以久了以后 这些孩子 从小学一年底开始 慢慢慢慢 他不想去 他不想上学 像大昌岛的那小孩 后来大昌多小被废了以后 因为最后只有三个学生 校长跟老师是八个人 所以这个学校有废 废了以后 每天一早坐交通船 到马公 到了马公 最后的那个 最小的老婆 有一股基层车是 是学校 把这个长期包的基层车 就把他们送到学校 可是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进教室 因为他们一直被 被这个其他同学嘲笑 甚至欺负 霸零 所以这都是会 都会产生 所以那个 红岚女士说 这些要政府 如果不正式的话 以后真的会多感应 你所见 因为这些小孩 这会 会变成社会问题 当然最重要 我们派别在家 我们真的想到诉求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对这些 远渡从洋 将来我们此地的 所谓 其他地区的 这些女孩子 我们一定要包裹 我们要善待 因为我们有女儿啊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女儿 将来出嫁以后 嫁到她的夫家 能够获得公公婆婆 先生的疼爱 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 可是 实际的情景 非常非常大的希望 因为 大部分的家庭认为 我是买败的 这个新年我是买来的 而且 是我家里面的 可能是 仅有个财产 我二拆十万去买 到现在我不知道是多少钱 去买来的 所以 因为这样子 来了以后 刚刚讲 第一天开始 她就必须要做家事 还有在中部地区的 我们访谈到 她 每天都是第一个起床 最后一个睡觉 因为她起床以后 要张我家里面的早餐 工工婆婆 小叔小姑 什么 小叔小姑的孩子 通通都要分 全家都是她 完了以后 她要骑个摩托车 骑四十分钟 到一个工厂去做 其实那个 那个工作是吸入一些 一些那些污染的东西 对身体是不好的 因为她要去赚最低工资 来贴补家业 五点多 下班 又骑摩托车 骑四十分钟 车子回到家 开始做晚饭 做完晚饭 可能还要洗衣服洗碗 所以她是每天第一个起床 最后一个睡觉 包括她还要帮忙生孩子 我碰到这种 我到这种的家庭里面 我真的对这个家的 她的先生 跟她的公公婆 我是没有好领事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就是非常的耿直 而且我刚刚 跟教授啊 跟茂贵修都讲 我屏东长大的 屏东的人啊 更是非常的耿直 我看不惯了 我们是既恶无丑的 所以碰到这样 我没有好领事的看 包括现在 我走到哪里都很容易碰到 人家会跟我聊到说 嘿我又拍过这个 外籍新娘的事 我都会问说 你到底在这里生活了怎么样 我都会想说 如果你的家里面 你的先生 你的公伙没有善待你 你带我去 我真的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都有妻妹 我们怎么可以允许 我们怎么可以允许 对另外的一个 从别的地方来的人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歧视的待遇 这个别在家 我已经拍了很多年了 那我今年年底 我又会拍一个 这个 叫做 片子叫 新娘驾到 驾出 就是 驾取驾 我们都看过古装集 叫皇上驾到 所以我叫新娘驾到 可是我谈的是大陆新娘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尤其这几年 这个两岸交流非常频繁 有很多这个大陆新娘 驾到十几年 是二十年都有 我想很多的大陆的人 应该也很关心 他们大陆的 也还在驾到此地的生活 到底怎么样 虽然说什么 同文同种 可是 两岸分治了六十年了 确实产生了不同的文化 那他们跟所谓外配 叫来此地 外配的文化 中文是根本他们是看不懂的 他们是另外种路的一种方式 那我又想来探讨一下 所谓看得懂中文 虽然是简体跟繁体 他们在这里又是怎么样 所以我这个 我会拍这个东西 我会做这些事情 其实也是 我到了十八岁 所以我就想说 在台湾也生活了快六十年了 是从我加入这个理事工作 真的获得非常非常多的人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帮助 所以我感谢很多所谓恩怨 也感谢很多贵女 所以在这个时候 到了五十八岁 我想好像我喜有余力 这个温饱之余 大概可以去做一些违惠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开始拍这个文化 我又拍了一个尼克狗 然后就拍了别再叫外游选 然后后来我又拍这个 我们叫我们的博球 棒球 从少方 文业少方那个时候 在东部 他拍这个比赛开始 所以我拍了1949年 所谓外事员 到了台湾 以为快速回去 没想到在这边待了四五十年 他们在这里怎么样生活 我也拍了一个连连阿里山 去年我也在澎湖 拍了介绍澎湖的美 拍一个人要光阵 我现在 我正好 我正在彰化拍 我刚刚是做高铁 我正在彰化拍拍 拍妈亲一项 妈妈的妈 妈亲一项 这是九把刀原著小说 九把刀号称有六十七门作品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他今年还是去年 当选十大截主青年 然后总统接见十十位截主青年 就讲到九把刀的时候 因为新闻画面有出来 咋呀 我们九把刀出了四五四本 那九把刀当场更正总统 总统 我有六十七本 所以我也知道他有六十七本作品 这个妈亲一下是他六十七本作品里面 最温馨 最不会臭屁 最没有整人 最没有胡说八道的一本 为什么他是 他妈妈得到写来 他给了妈妈 在一年当中 最后妈妈去呢 这个痊愈 健康 我这个拍摄都是 他是彰化人 所以我们也在彰化拍 那我跟各位讲 因为我跟茂慧兄 在我们的机会认识以后 我也真的觉得说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是 台湾外省女协会 那我觉得他可能会想做一些事情 那这种类似这样的 我也愿意参加 所以我就 我就说好 我来把时间瞧一下 其实没有瞧啊 怎么说没有瞧呢 我们现在整个正主人 现在就在那里休息 就是这样瞧啊 那所以我等一下 我可能再回去 因为要很再感激 我们十一月马上就要 在中市跟TVBS要播出 所以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来 到底有讲到什么 我只是说 我这几年拍 会想拍这个 跟外佣 跟外配有关 是 这样的发想 这样的看到 所以我才会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会不断的观察 会想 只要我还 还 身体还行 大概还会 继续再多拍一些 不然台湾这一派组定的 各种的 弱势的朋友 都是不独的主持 好 谢谢 非常谢谢梁导演的分享 他的分享其实是 比较长的 原来我们是说 因为我们基金会曾经有 赞助 别再叫我们 新娘的这个片子的 一个发行 一个费用 就一小部分 小小的钱啊 所以 但是呢 他讲这个片子 其实 其实我觉得 他解答到我的疑惑 所以这个片子 为什么可以拍的 这么叫 这个片子可以拍的 这样的 就是 他不只是有动人的故事 有一些情节 但是他触碰到一些 社会移体 甚至社会晋级 就是 比如像我们刚刚 都提到的艾滋病 很多情形 希望他后面的拍摄 这些人都顺利成功 可能也可以继续支持你 这个时间 你没有说 我真的不知道 你没有 我做这个 为什么啊 因为 我们是 那些知道了 我们不叫 伪制伪托制作 是 公文院士 就是说 一级 给你多少次都可以拍 所以 有任何其他的 费用进来 是不会到我们这边 没有 我不是要给你讨人家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个前程 不是不是澄清啦 曾经叫做 也谢谢 可是 可是 跟我们 这座单位不关 我不想 梁导演不知道 他自己的工作 对于台湾社会 有可能的贡献 那 如果 把我们当成一个 社会民间团队 肯定的感谢 这样子 是 可以 我是 拍这些我们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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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又下大雨 因为 刚刚我是 高铁一下来 就是下大雨 在 台北车站 买了65块 买了一把闪 那现在这个闪 又可以去 65个人不会用 这个心理太大了 好 谢谢 谢谢老大便 我是来自越南 那我目前是在 正大是专业老师 教授 越南 正大这么多年来 今年我们已经有学成 然后 再来可能会升到 学文学成 然后可能 会升到学习 也是我一直 一直以来 在努力推动 这个语言教学 那 我刚刚那个 张教授介绍我是 就不知道 教我什么 我说我是 我是那个台湾媳妇 因为我不想说 别叫我 快提学一下 那我 我讲这个 是因为 我讲真的 因为 刚刚导演说 惨不忍睹 对 因为惨不忍睹 所以有这么多人 在这样的一个 没有被尊重的 那个 跟那个 没有感情的基础上 结婚 造成一个家庭 所以他们来到台湾 当然是不会幸福 然后用这样的 不尊重的态度 去娶一个太太 回来台湾 那他们怎么会能够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呢 那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 都是因为 语言不通 那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 文化不了解 那当然是 我都用这种心态 我买你回来 所以我怎么样都可以 那你是要 在这个社会里头 你在我这个家庭 你要安分你自己就好了 那所以这样的心态 让我们的新移民朋友 在台湾 根本都没办法找到幸福 那我当初跟我先生结婚 我们是自有恋爱 所以我从来不知道 我跟我先生之间有什么差异 因为我们结婚之后 我们住在越南 那在越南我们的生活是 因为我们知道 越南的社会非常的传统 那我们认为 所以女儿被教育是以后 当别人的媳妇 所以女儿被教育 比较严格一点 那儿子呢 是以后是在家里嘛 所以你是当别人的 女婿是永远是客人 所以我先生在越南 他是客人的 所以他很幸福 他从来都没有有任何社会的一些什么 给他的压力 那所以当我们住在越南一段时间之后 两个小宝宝出生 那我们决定回来台湾 让孩子接受台湾这边的教育 那我是因为这样传统的家里出生 所以我认为 我家记谁记 家狗谁狗 所以我就决定 让孩子回来台湾受教育 并不是说越南的教育不好 而是因为我认为 我是嫁给我的先生了 他是一个台湾人 那我应该要回来台湾 他尽管了媳妇的责任 虽然我们后后都住在越南有八年的时间 那我先生因为他住越南 在结婚之前住在越南两年 所以他在越南有十年的时间 所以他非常了解越南 那所以当我们回来台湾 我第一次觉得是 我的婚姻是在这个里头 这个社会里头 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就是我真的住在台湾了以后 我八年就是来台湾之前的八年 我们来来去去 我都当成是客人 来这里玩玩就回去了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我跟别人不一样 但我住在台湾了以后 我发现原来别人 是把我当成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他不懂我是 这个人是 你来自越南 直至到越南 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然后这些女性都是买来的 或是之类的那种 一个心态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好难过 我觉得我幸福 我幸福也很幸福 我觉得是为什么 可以有人 不会尊重你的太太 可是你迎娶她回来 是你自己迎娶她回来 不是 她自己跑到你家里 然后跟你讲 我要来你家这边住 那所以你迎娶她回来 你应该要尊重她才对啊 所以我到那时候 觉得非常非常难过 所以我那时候 刚决定返回台湾 台北定居的时候 我决定要做一个行情良 我在家里照顾我的小孩 就好了 因为我认为我在这个时候 还不守台湾社会 我能做什么呢 其实那时候我把自己 看成了非常非常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可是当初我在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整个社会 对我们的这一群 来自东南洋国家的女性 非常非常有的负面的那个印象 包括媒体 包括社区邻里 每个人都给我们 不好不好的那个对待 那所以我非常难过 所以后来我决定要去当志工 我去当志工的过程 我发现这些 我在哪里当志工 我在医院里头 当一个就是产 就是副产科的那个 当一个志工 您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去当志工 因为那时候我的中文很好 那我觉得我在越南 我念法律系嘛 然后我因为中国的法律 跟越南的法律 都走什么 都走那个共产党制度 所以都一样 所以我老师都劝我说 黄凤除了英文以外 你一定要多学那个就是中文 这样子我们才能去做那个对照等等 那我因为那时候是一个蛮乖的学生 所以老师劝我 我就好那不错 那我去学 后来我发现我越学越不错 因为我发现 越文跟中文 原来是同一个同一个根源 那所以我在学的过程 原来是这样 我又非常有趣 后来我又认识我的先生 又谈恋爱 然后可以用到这个语言 所以我就一直学他 那后来我们结婚之后 我觉得我中文是非常好 那时候我来 还好觉得我可以贡献呢 什么 因为我语言可以通 我发现有一则新闻 那个妈妈因为 那个跟他婆婆共通不了 带了才两岁的孩子 从那个二楼飘下来自杀 结果大人 因为二楼很低嘛 还不是很高 所以大人就受伤 可是小朋友死掉了 所以我非常地痛心 我就那时候决定去当志工 我去当志工的过程 我在哪里 我在那个地方是因为 我选那个地方 因为每一个妈妈 第一个来台湾都是怀孕生子 要传宗接难 因为他们的责任就是这样 刚刚梁导演说的 就是他们不是做菜就是生孩子 这两件事情 照顾公婆老幼在这个家庭里头 可是问题下来 在这个地方就是 他们没办法沟通 所以有的女性呢 她肚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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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也搞不清楚 是胃痛孩子 她真的小父那边的小朋友 把她痛 所以那我之后很需要 像我们这样的志工 所以我去那边当志工 可是我家那边很有趣 很多先生都来 就听说我是越南籍的 他都跟我说 他们来了不是看诊而已 他们都每天都来 把他们在家的夫妻 两个人吵架的事情来寻找 那我每次都帮他们咨询 然后从那个咨询的过程 我发现 哇这个先生 一点都不了解 他的太太的背景 越南哪里 越南什么地方 越南什么东西 那个越南老婆 有什么习性 他们有什么习惯的 什么这个 一点都不了解 可是我先生不一样 我先生在越南的十年 他非常非常了解 越南的文化历史 比我还了解 我常常去演讲 他说老婆 你少了这个东西 你少了那个东西 常常就这样跟我讲 那我觉得 为什么我婚姻可以走到今天 那为什么这些女性不幸福 因为他老婆都不了解他们 那我觉得 为什么不了解 因为语言不同 所以我决定那时候去争取 一点点经费 我开班 叫这些先生 婆婆们 来上阅语课 然后透过语言 来了解我们的文化 很妙的就是 每一个公共婆婆 听我说 我教你的媳妇 学这个语言 然后跟你沟通 就是我不敢说 你了解他们 我先说 我先开那个中文班 叫他们的媳妇 是不学中文的 然后他们就先来听我上课 因为我说 我叫她媳妇懂中文 才能跟她沟通 他们说好 但是他们都不像 不是很信任我 他们带了 他们来上课 他们带媳妇来上课 可是他们的丈夫 然后公公婆婆 都坐在下面 看我讲什么 然后我每次讲什么 他们都注意听 然后听不懂嘎 我来说 刚刚老师你说什么 我说我讲 因为我是指什么 指什么 那久了 他们觉得我上课还蛮有趣 他就问我 老师那里有空的话 就讲一点越南文化给我们听 所以后来我发现 真的 因为他们不了解彼此 所以他们产生了很多冲突 所以我们就开这个班 叫他们的越南的文化 越南的语言 那一开始 有的人来上课的跟我说 我要学这个原因 因为我要听听看 我老婆有没有讲我的坏话 或是我要了解他 到底准备怎么样 他有做什么坏事吗 等等 所以我觉得很妙 可是尖尖 现在来上我的课 每个人都说 我希望我要学这个语言 因为未来我的孩子 可能也要学这个语言 他懂这个语言 对他来说 未来的竞争力 就是比人家比在前面 那所以这个我一直以来 都希望能够用语言的推动 就是透过这个语言 你学习我的文化 你才能尊重我 那你当你尊重我 你理解我 你会接纳我 你会包容 那所以这个我认为 只有透过语言学习 你才能去了解彼此 然后尊重彼此 这个部分 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所以 因为现在越南人口在台湾 四十几万的外配 里面一半是我们的大陆配偶 一半是东南亚 那东南亚里面是越南籍 是占了七成的 那你想越南语 现在也是 在我们的国语之后的 其中一个次要的语言 那所以我觉得 这些台湾制止以后 未来他们长大 他们现在台湾跟越南的 那个经济往来 非常的密切 那这个小孩 如果他学这个语言 以后他 他不管是他家台湾的发展 还是去越南发展 他都有比别人多了一个能力 那在这个部分 台湾 台湾境内的年轻人 也要学这个语言 因为他们 年轻人就是一张白子 社会给他们什么 他们就有人的想法 虽然 现在我们的 已经改 就会透过像 梁导演这样的电影 很多民众可能都了解 我们新移民朋友 有在台湾的苦 他们的苦 他们的难过 他们的牺牲 他们的对社会的一些真正的奉献 其实这些姐妹们 他们都很年轻 他们来到台湾 对社会的什么 贡献新生命 他们都生育 然后这些 每个人都认为这些姐妹生的小孩都不见他 没错了 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妈妈 生育 这孩子是健康的 那他对社会的贡献 这些年轻人 在台湾社会非常的吃苦耐劳 就像刚刚梁导演说 他们从早上可以坐到晚上 最后继续睡觉的 那他对这个社会 这个家庭 都是最大的劳动者 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头奉献 不管是缴税 不管是做任何什么 对这个家庭社会 都是一个 对这个社会来说 是一个 那个贡献 那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 我们尊重他们 才得到这个名教一个 多元魔化的那个尊重 那所以 在这个 我一直这么多年来 一直推动这个教学 那间接就得到政府的认同 很多现在我们开始不止在大学里头 现在我们高中也开始有 那个第二外语是 越南语、印尼语或是那个泰文 然后再来就是 国小也是鼓励小朋友 学妈妈的话 那当然是这个是我非常非常高兴 但是 有 我觉得 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每次 我真的是回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向我非常的 荣耀 我也非常的高兴 我得到我们的 这个公益信托的 旅行和谐基金 我做了越南 越做越好这个节目 因为 为什么当初我选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 我推动这个 语言教学的时候 很多 从南部 中部的人写信跟我说 老师 我们没办法来台北上演的课 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 然后 我们可以学这个语言 因为我很想了解我的配偶的文化等等 那所以 我决定要 用透过媒体来帮助我们这些朋友了解我们 多多少少了解我们的文化 了解我的语言 所以我真的非常高兴得到这样的一个 基金的补助来让我实现我这个理想 但是 在很多 我们一直社会 目前都一直希望好像走上多元文化 我们好像大家都有在学这个语言 好像都在尊重这个多元文化 可是很让我很纳闷的 就是每次我提案的时候 我说我要做什么节目 然后用这个节目是用乐语做的 每个人都问我 为什么不做乐文呢 为什么不通通做东南亚语文呢 我说好 当然是可以 我很希望很多人做这个东南亚语文 可是我是越南语物真的做乐文 那如果觉得我做乐文很好 你鼓励别人一起来做别的语言 那我这种想法 我觉得好像珍雅一样 他这个打高五福球很好 他建议我们要办一场比赛 那我们就说 那这样顺便我们就打篮球什么都办 那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这样子我们不懂 族群的差异在哪里 文化的差异在哪里 明明东南亚的是一个多元的族群 可是我们每次都说东南亚都一起的 那我们把我们当成是一群 好笑的就是我去改题目 一个主管单位问我 老师东南亚语文都差不多 那老师你能不能顺便帮我们改印尼文 我说我又不是印尼人 我问他你到底懂不懂 那个印尼文跟越文是完全 这两个体系 跟杰伯寨文也是一样 大家都不懂 东南亚人都是 虽然是来自东南亚人 可是我们每个文化等等都要 就像节目一样 我们做节目 我们都把那个宗教信仰不同的 就像我们的那个印尼人都不是猪肉 那我们就在那边 越南人要做肉 做那个种子都把他们一起来讲 那是不是让那个印尼人会感受很不舒服 对不对 那所以我说我们要尊重 多元是什么 叫做多元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他们的特色 我们要尊重他的特色 让他每个人都有去发展 才叫尊重多元 那这样子真正有那个意思 那可是我们每次都因为把东南亚人口 就像可能不晓得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或是有没有真正了解 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一兵而谈 那这样我们的特色都没办法呈现出来 也没有办法营造一个真正是多元文化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难过很纳闷的就是这样 而且现在目前在台湾有一个节目 是针对我们新移民朋友做的节目 就是称了就是给新移民朋友 可是是用什么 用国语讲 为什么 因为说希望台湾民众都要了解我们新移民朋友 那怎么样做法呢 叫我们这些新移民朋友来用国语讲 然后又翻译成我们母语来给我们的人士听 觉得很后面心量 那你台湾民众没有节目看吗 台湾民众有一百多个节目 一百多个台没有人看 我们有一个节目还要我们讲国语 我们讲国语我们有办法讲得很好吗 我今天觉得我一直很努力的 我才可以讲让大家懂我 那如果我讲不是我的议题 我一定会没有讲得出来 对不对 那因为我用国语不是我的母语 那这节目为什么一开始就用我们的母语来做 让我们可以畅谈我们的想法等等 我们用我们母语很好 然后因为他民众看不懂 那用中文字幕就好了 不是这样很好吗 这样才是尊重我们的那个新移民朋友 新移民这是新的族群 这是真正的了解了没 这一点我今天世界有这个机会 也是感谢张教授给我 今天来分享我的想法 谢谢大家